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吓人了 孔高的影儿率先打起退堂股 建议不如去做热气球 战术团一是各种担心 傅新博实严影儿很胆小 郭小冬也忧虑成丽莎太过娇气 尽管内心十分害怕 妻子团依然努力尝试克服恐惧感 在一幕木彩空 手法等画面后 四人都顺利通过第一关 然而在戴上眼罩挑战下一关时 陷入黑暗中的英彩儿 再前进时迟疑 始终难以迈出第一步 好不容易试探性地伸出脚尖 却马上又缩回起点 经过一番纠结的心理斗争 英彩儿情绪失控 恐慌大哭起来 妻子挑战高空爬升级的视觉冲击 以及突如其来的柔弱 都令屏幕外观察的陈小春心疼到标凉 陈丽莎便勇敢力挺同伴妻子团感情迅速升温 不仅陈小春对妻子毫无征兆地突然崩溃 始料未及与英彩儿搭档的陈丽莎也坦良很惊讶 因为在她心目中 英彩儿特别自信和坚强 完成挑战应该不是难题 此番英彩儿却刷新了众人对她的认知 令傅欣伯也感慨 无论女孩子外表多么坚强 内心都有很脆弱的一面 当同伴处于困境 原本在丈夫眼中娇气的陈丽莎反而勇敢起来 充当了英彩儿的眼睛 为她提示前路 困难让妻子团感情迅速升温 陈丽莎不断告诉英彩儿 有她在身边 无需害怕 在陈丽莎的鼓励下 英彩儿再次鼓起了勇气 她最终能够完成此次高空挑战吗 接下来 还有怎样的极限等待妻子团去突破 8月29日 妻子的浪漫旅行 第二期浪漫同行 每周三中午12点芒果TV会员抢先看 中午12点芒果TV会员抢先看 refugees 及了海外池的盐巴 绒子团感情迅速避免 维俠碍巴 终出子团感情迅速復 为何火属进行 �码 中午12点芒果TV会员抢先看 中午13点芒果TV会员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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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